卡路里农场即将会为大家有一位特别嘉宾就是 来自卡路里农村的 伊巴拿 欢迎大家又回到卡路里农村 我是村长黄远之 今天很高兴可以请到我的特别嘉宾 来自村里面一个叫做卡路里农场的花王 梁祖遥 大家好 伊巴拿 今天带我来做些什么 我今天希望介绍一个酸酸甜甜酸酸甜甜的 完全不酸的蛋糕 听说这个香蕉蛋糕很出名 是啊 人人都知道我喜欢吃香蕉和蛋糕 究竟怎样做呢 一会就会告诉大家 不如让我来介绍一下要的材料 今天要烤的香蕉蛋糕是香蕉蛋糕 其实跟香蕉蛋糕有点不同 不过就不说了 香蕉蛋糕我们有 面粉 然后有白糖 白砂糖 有牛油 两只鸡蛋 有些煎鸡蛋 煎鸡蛋糕 也可能是 即是越熟越好 因为香蕉蛋糕太生了 它有一种草青味 而且它不够甜度 是的 又不够香 但如果太熟的话 又会太甜 而反而没有了焦味 所以应该是每一只香蕉 大概有八多粒 就最适合了 黑色的就不够了 好 我们先将这里 大概一瓶金色的牛油 一半左右 那就大约是100克 其实80至100克 对了 接着就是砂糖 砂糖大约半杯 那我帮你做这个阿比 是的 你帮我打 整天做蛋糕和muffin 都要把牛油和砂糖 打到它很轻 所以打之前的牛油和鸡蛋 最好就是room temperature 就是你预早30分钟 从冰箱拿出来 是会更好吃的 梁祖堯 你知不知道要焦多久 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已经焦多久了 好了 你停一停 看看可以了 首先就是看一下 它有没有变得 类似奶白色 它通常因为有空气 会浅色很多 然后就是要轻身 现在都够轻的了 如果你这样一蹬 一下子都不掉下去 那就可以了 嗯 现在都差不多了 可以发到这么多 好 都够轻了 好啊 然后我们可以下鸡蛋 再发下去了 两只鸡蛋 两只鸡蛋 这个很因人而异 我发觉有很多坊间的 recipe 有人加一只鸡蛋 有人加两只鸡蛋 有人加蛋黄和蛋白的数量不一样 甚至是加一只鸡蛋 但是呢 我自己觉得呢 其实两只鸡蛋 普通size 他们有时外国的 recipe 用大鸡蛋 extra large 那些不用的 普通香港的鸡蛋 也比较大一点 就可以了 两只 做到它没有碎碎粒粒 你觉得很creamy 很smooth 就差不多了 其实这个很快的 OK了 不用太烂 这个 接着呢 我们就下这个了 这个呢 用vanilla acid 即是vanilla蒸油 就不同用新鸡vanilla的 很多时候煮一些 如果要 譬如 面包布丁那些 要用奶煮熔的那些 就会用新鸡vanilla 拿去煮奶 或者煮糖漿的 但这个蛋糕呢 就用vanilla的蒸油 就会方便一些 而且呢 不要省了 如果这个呢 是要买得漂亮一点 就好一点 几滴好了 不要太多 它是很strong的 所以 几滴就够了 嗯 接着来到 搅香蕉那里了 啊 梁祖堯啊 好烦啊 你知不知道 要打香蕉 打了多久呢 嗯 我想是打一盡 是吗 其实呢 要打到它多烂呢 其实要打到香蕉 不要烂到变水 你现在这样是打不到的 你要 是 对了 几下而已 所以要选一些熟一点的香蕉 让它用这个打到变水 如果太生的那些 其实它根本就是打不到的 而且根本没有焦味的 嗯 OK OK了 让我查一下 可以烂多一点 OK了 对了 你看到它还有一些粒粒呢 嗯 有些香蕉蓉 就不会变水了 咦 那你留下这些用来做什么呢 这些就是待会 呃 你就知道了 是的 又乾坤的 好了 接着我们就要 这个叫做 Wet Ingredients 我们要把 Dry Ingredients 混合了 好 那我们用筷子 知道 那我们现在做干那边了 干那边就是面粉 那就要不要懒 一定要用筷子 为什么 小过两次都不怕 要不然呢 它会拌均匀 有一块块的 叫lums 就是会一块块 一块块 你吃下去的时候 整块面粉 在口中 那这两个是 Baking Soda 和Baking Powder 这个呢 就是 我怕我记出 这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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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黄色盒的 是 这个是Powder 这个是Powder 那大概 少于一茶匙 都是要筷子 不要懒 嗯 这个就是 Baking Soda 其实就是 好像说是Baking Powder 的四倍力 所以不可以太多 太多会苦 我觉得多了一点 OK 这样筷子就会均匀 而它呢 是需要 用盐来Activate 所以要加些盐 那些厨师常常说 一小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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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就是 这样 其实是这样 OK 好了 之后呢 再用筷子 再一次过把它筷进去 刚才已经打好的 这个筷子 然后呢 做蛋糕里面 经常有一门行 就叫做 不要弄得太多 就是不要超过 那么呢 现在就是 其中一个步骤 是不能超过的 就是当你将 干和濕的 材料 要拌好的时候 不要用那些 发的机器 这样发它 为什么呢 因为呢 除了你的粉 会飙到周围之外 会超过 然后反而 令到起筋性 令到面粉 会均匀 所以就升不高了 这个蛋糕 嗯 对了 而且升不高 会均匀 嗯 所以用一个 做蛋糕 都需要这些 这样就 叫做 即 不是摺 即 封入去 撥上去 总之你看到 所有干和濕的材料 都黏在 没有一粒 白色粉 看到就对了 焗炉呢 在这个时候就可以 预热了 预热要时间的 那就180度 好 接着我刚刚就帮你 做了一些蛋糕 即是用这些蛋糕的纸 放进蛋糕里面 很稠 这么粗糙的 等我来吧 你拿着袋子 好 无论你做过多少次 香蕉蛋糕 有时做出来的状态 都会是不一样 你如果用不同的焗炉 你会发觉 为什么焗出来 会焦了 或者不熟 就算同一个温度 都会 或者你转了一只面粉 或者那些焦熟不熟 全部都有影响 那今天这个状态 是跟你平时做的 有没有分别 有点稠 有点稠 所以可能它会干些 我试一下 待会焗的时间 缩短 那我们要焗多久呢 其实如果muffin的话 大概在16至20分钟 但是16分钟左右 就看一看 看它有没有裂开 不要太满 为什么 因为它会膨胀到很大 还要我们中间加香蕉 平时就加大半 如果不再加香蕉 如果现在一半就好了 加一个香蕉 然后再封起顶 对 这个就是我说的乾坤 其实你可以加一单巧克力也可以 很棒 巧克力碎 对 或者可以加些不同的柠檬 都可以 好 接着我们可以进炉了 对了 等它平均一点 平时我其实是喜欢用 不是软的这些 用硬的 整个铁那些 整个铁那些 没有那么满 到你要拿出来的时候 就麻烦一点 这些软一点 你现在教的模式 是否上下热 是啊 嗯 最好就是中间偏低那一格 就不会容易焦了 但是稍后也会我们有一个步骤 是升温度的 升温度就是加速热的顶 但是就不要用高温度去焗 要不然就干了 嗯 这个就是我集合了20年的焗香蕉蛋糕的经验之谈 你现在才是16岁而已 20年 好 真是厉害 我们等了多久呢 焗这个蛋糕 在16分钟的时候 我们看一次 再升5度 再焗3分钟 总共19分钟 正好 哇 哇 一看这个就知道它是 红红甜甜 红红甜甜 其实想上个富翅有几 Ala 是几 remains 就是黑麵的东西 哈哈哈哈 想麵有多洞 但是這個 那怎樣才知道這個蛋糕 究竟是熟了沒有呢 我們可以用叉也行 用竹籤也行 竹籤的洞就小一點 一拔出來完全沒有東西黏著就肯定熟了 如果它未熟的話 就會像粉漿一樣黏著它 好 接著呢 要不要放在架上 好熱 真是好熱 頭的15分鐘 不要碰它 就是你拿完之後 哈哈哈哈 拿完之後 放出去那裡 這個叫做 Cooling 好 接著這個 你由它設定10分鐘15分鐘 其實久一點都可以 因為這個膠不會繼續移下去 所以可以一邊放 如果鐵的那些 10分鐘左右要拿出來 Cooling 哇 按下去也真是很有彈性 是啊 如果它不彈回頭的話 證明它已經變成 一塊石 是啊 現在應該剛剛好 嗯 還有呢 你會發覺有些 Muffin的表面比較烈 嗯 但我們因為裡面中間加了香蕉 它已經有虛位去爆 所以它不會向上爆 所以你會發覺它不是烈很多 如果你裡面不放香蕉 它會烈得很厲害 而且升得很高 嗯 都升了很多 剛剛其實是在這個下面 如果你中間不買香蕉 它會爆到出來出變 如果你中間不買香蕉 如果你中間不買香蕉